于红一身红衣,出现在男友苏瑞的葬礼上,她痛斥男友的妻子李小南,痛哭流涕的内涵,都是因为你,要不然我也不会留掉八周的孩子。 然后,从包里拿出一打照片,里面都是于红和苏瑞的亲密照,这背后的偷拍者就是李小南。 于红一直在等苏瑞和李小南离婚,光明正大和苏瑞在一起,可等来的却是苏瑞离世的消息,还因此受到惊吓,孩子留掉了。 当警察问,你知道苏瑞欠钱的事情吗? 于红摇头,警察说,他三个月之前对债主虎哥说,他傍上了富婆,是个拆迁户,只要拆迁款一到手,就有钱。 于红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惊讶得说不出来话,没想到在苏瑞温柔体贴的外表下,竟然有如此邪恶的一面。 苏瑞曾允诺,他要和李小南离婚,让于红把孩子生下来,到时候他好好挣钱,换个大房子。 这些承诺是于红生活的动力,他即便知道苏瑞是同事李小南的丈夫,还是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感情,深深坠入了爱河。 于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,父亲眼里只有弟弟洋洋。 于红父母知道他吃虾会过敏呼吸困难,但是弟弟喜欢吃,父亲就让母亲变着花样为弟弟做虾吃。 他和弟弟分开吃饭,还成为了包虾的那个人。 于红爱情受挫,父亲得知后并没有安慰女儿,而是指责他丢人现眼,与有夫之妇的人在一起,影响了弟弟。 于红不顾流言蜚语和苏瑞在一起,是因为在苏瑞身上不仅找到了安全感,也感受到了久违的关爱。 苏瑞照顾于红体贴入微,还常常给他带来惊喜,让于红真正感受到了恋爱的快乐,无法自拔。 苏瑞和于红产生亲密接触,是他的计划,他知道于红家是拆迁户,可能会分房,甚至有拆迁款。 苏瑞想着和李小南离婚后,和于红结婚,就可以卖一套房子来偿还自己的欠债,这是苏瑞的如意算盘。 于红得知苏瑞的计划,是因为李小南,如果不是李小南非要买房子,苏瑞也不会有那么大压力,跑去赌博,然后欠了一屁股债,而自己也不会成为牺牲品,遭受到苏瑞的伤害。 于是,于红开始自己的反击,他和债主虎哥联盟,找李小南的麻烦,甚至逼得李小南无家可归。 不管李小南做什么工作,都会被打扰,甚至还把他曝光到媒体上,让他背上谋害亲夫的标签,这样的反击,对李小南来说真狠。 于红在失去苏瑞后,就像明知自己只剩下一口气,还要垂死挣扎,他可能知道苏瑞的死没那么简单,但他就是想要找一个发泄者,把自己的不满发泄出来,让其他人看到他才是受害者,不是所谓的破坏者。 于红迷恋苏瑞的温柔,也许在多年后,他再也遇不到如此符合自己心意的人,他本可以心甘情愿地等他离婚,结果一无所有。 归根结底,于红缺乏安全感,如果他心中有爱,也不会这么容易依赖别人,更不会明知错了,还要继续走下去。 在于红身上看到了两个现实问题,一个是原生家庭重男轻女思想对女孩的伤害,让下一辈带有了心理阴影。 另一个是婚姻盲区,于红过于感情用事,不懂得保护自己。 最后希望所有女性观众看完这部剧,都能懂得如何好好保护自己。